再來關注明天7月4號 上河峰會在印度要登場了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以視訊的方式出席 現在最新克里姆林宮也證實了 俄羅斯總統普丁確定 也將會用視訊的方式來出席 因此外界很高度關注 這個普丁跟習近平 兩個人在上河峰會上的互動 而根據瞭解這一場上河峰會 各國領袖還將就國際跟地區緊迫的問題 會交換意見 會後將會計畫要簽署一個新德里宣言 跟其他一系列的文件 這是上河峰會的最新消息提供給您 現在中俄關係看起來似乎越來越緊密了 主要是這個是來自中國大陸 國防部的最新消息了 大陸國防部長李尚福 今天在北京會見了俄羅斯的海軍總司令 字很少但信息量很大 同時李尚福他傳達了當場 就傳達了習近平的理念 強調了中方願意跟俄羅斯 一起來落實中俄兩國的元首共識 同時中國大陸還強調了 他說中俄海軍交往非常的密切 互動頻繁 未來中俄要繼續拓展專業的領域 要來務實合作 那俄羅斯方面呢 俄羅斯方面強調了拓展中俄的雙方 共同的聯合演習 同時強調了中俄呢 一定要在海上聯合巡航 把兩國兩軍關係推向一個新高度 好這是中俄軍方的最新消息提供給您了 把攝影響進行年會成 k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